花蓮最近地震不断 气象局分析主震是在7月7号晚间 7点24分瑞士规模5点4的地震 震央在花蓮县受风箱 当时最大震度五弱位于岩辽 其他像是花蓮市等地区 也测到了四级的震度 全台总共16县市都有感 而接着今天早上6点11分 又发生规模5点4的地震 震央同样是位在花蓮县受风箱 气象局分析 依着有双主震的趋势 预估未来一周都还有一阵发生的几率 根据了解这次震央发生的位置 48年来规模大于5点0的地震 只有22起 但光是在今年已经有4起 规模超过5点0的地震 气象局也表示这个地区 海底地形破碎不易累积能量 因此要发生更大规模的致灾型地震 几率相当低 瞬间天摇地动 民众被吓到惊呼声连连 还传来东西掉落声响 还有住家的玻璃被震到碎裂 屋主损失近万元 7月6号以来 花蓮地区已经发生超过15起地震 气象局分析 主震为7号晚间7点24分 这起位于花蓮县受风箱 瑞士规模5点4地震 当时最大震度5弱 位于延辽 时间持续约1秒 其他像是花蓮市等地区 也测得4级震度 全台共16县市有赶 接着8号清晨6点11分 同一地区又发生规模5点4地震 有双主震趋势 预估未来一周都还会有余震发生 有双主震的趋势 同样的地区在6月11号的地震序列 就有相似的状况 其实在规模5.4地震发生前 早有前兆 6号晚间到7号凌晨 分别有两起规模4.2和4.5地震 看看这一地区较大规模地震时 因为处在板块转弯级引墨带 海底地形破碎 不易累积能量 因此48年来 规模大于5.0的地震只有22起 但光是今年已经有4起规模超过5.0的地震 不寻常现象 就怕后续会有更大地震发生 这个地区要发生更大的地震 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 所以说48年以来 规模超过6的只有一次 所以要发生规模超过6以上 造成自灾型的这个地震 我认为是几率是相当的低 地牛频频翻身 而且地震深度浅规模不小 索性持续时间都不长 才没有传出更大灾情 不过气象局也提醒 如果碰上连续雨势 地质松软 山区也要留意 严防土石流酿灾 记者正好报道